周冬宇喝得烂醉如泥 助理一路抿嘴很无奈 深夜与张扬迷惠被拍 10月12日上午媒体报道了一条消息 一项龟马经营的演员周冬宇 在11日晚上竟然被拍到佛罗顿大酒 最有程度媒体用烂醉如泥 因此来形容 的确从视频画面来看 周冬宇已经喝到无法自己走路 在助理的颤护下 周冬宇的腿就像踩到棉花一样 已经无法自行站立 可见用烂醉如泥来形容丝毫无畏过 现在演艺圈90后演员 已经逐渐成为行业主力军 在众多演员当中 周冬宇的演技和颜值一直以来未受肯定 无论是在当初同桌的你当中 全是那个年龄跨度很大的转校生 周小智还是七月雨安生当中 那个任答不拘的雨安生 周冬宇的表演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最近热映的 《县礼祖国70年华旦》的影片当中 《我和我的祖国》当中 周冬宇还出演了《相遇》片当中 那个温暖可燃的小故事 她的表现同样未受认可 跟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与当年的山楂树之恋的那个青色的小姑娘相比 演技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除了事业上取得成就之外 周冬宇的感情问题也一直都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92年出生的她已经到了婚恋的年纪 前不久就有媒体爆出了周冬宇的新恋情 按说现在的她应该处于甜蜜心 为何又会拍到烂醉如泥呢 这似乎很难理解 由于周冬宇醉酒后无法进行走 所以整个过程都是由助理搀扶勉强行走 周冬宇的身材娇小 体重也很轻 但有过搀扶醉汉经历的网友应该都明白 在对方完全不配合的情况下 搀扶其行走是一件反不容易的事 更何况周冬宇助理同样是一位柔弱的 女星呢 在搀扶周冬宇的过程当中 助理一路抿嘴 我们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她很吃力 也很不耐 现在已经入休了 可周冬宇当天还穿着短裤 助理很体贴的将卫衣上的帽子 给周冬宇戴上 既起到了保暖防寒的作用 又不至于让周冬宇醉酒的样子 曝光在公众面前 为生的上市 中国好助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